我是女凭重生霸总文里的深情男主 深情到女主重生后 随便招招手 就又凑过去 算得上前世虐我千百遍 重生爱她一如初 不过这个重生只是她重生 而现在我也重生了 既然她能醒悟过来我的好 那我同样能醒悟过来 再不爱她 正文开始 柳如烟的未婚夫伊藤成 和闺蜜周子余 把她迷晕在别墅 另天了把火 我赶到时 只剩下一具烧焦的尸体 颤抖着手 抚上她早已面目全非的脸 心脏一阵脚痛 处理好后事 用雷霆手段 将伊藤成和周子余弄死 施下安眠药随她而去 没有她的世界 真是一点都不值得留恋 死后 我进入击败空间 里面摆着一本书 书里的男主角是我 却和我的经历有所出入 在书里 柳如烟重生醒悟接受了我 整本书情节悉数进入脑中后 意识消散 再次意识回笼 我正坐在办公室 没搞清楚状况 秘书敲响办公室的门 她进来时 风姿摇曳 能入选总裁办秘书 各个身材气质都极好 业务能力更没话说 想到前世爱柳如烟爱的死去活来 我不禁忌自己 她那样的小白花 和秘书半夜里玫瑰 我怎么会喜欢寡淡的白花 隐隐意识到 之前的思想和行为 可能在遵循小说的剧情走向 而现在 貌似出现漏洞 我带着上一世和书里的剧情 记忆重生了 秘书接连换两生击总 我才回神 结果需要签字的文件 略意思索 交代她给我去办件事 搜集网上很火的女嫔 重生罢总文 秘书一点疑问 要那种前世不珍惜 重生后幡然醒悟的 下班前将书名整理成文档发给我 出于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她没问什么 点头接下任务 我打开手机扫眼日期 居然是小说开篇 柳如烟重生的时间点 昨天 她和一腾成双方父母见面 定下结婚日期 在小说里 这个时间 她差不多要来办公室找我了 这一次 剧情由我掌控 下午三点 柳如烟来到办公室 我利落签好字 和上文件才抬头 记博答 我 她搅着双手 欲言又止 我耐心极好地没有催她 许久她才深吸口气 将话说完整 我不想和一腾成订婚 你帮帮我 好不好 原剧情里 我接下来会问她原因 可是按照剧情走多没意思 我双手紧扣靠在桌上 怎么帮你 她愣住 支支吾吾地说不知道 话没说完整 脸却已红到耳根 我之前喜欢她温柔爱脸红的性子 如今却觉得没意思极了 昨天才定下结婚日 今日就毁婚 还要一个外人帮你 妍妍 你说 我要如何帮你 纪伯答 你怎么会是外人 只有你能帮我 她眼眶通红 像是受了极大委屈 隔平时 我早已新旧般地疼 赶忙出身安慰 如今却只觉烦躁 道德绑架不成 我究竟有什么义务 一定要帮她 你自己想清楚怎么办吧 我抬起手腕 做事扫了眼手表 现在是工作时间 言下之意 是她可以走了 她张了张嘴 终是没说什么 转身离开办公室 我有点疑惑 这么轻易就走了 怎么看都不像是重生回来的人 下班之前 秘书发来整理好的书名文档 随便挑一本去搜 都是几十万月读量 确实很火 点进去看情节 跟在极白世界看的文相似 虽然不想承认 但很显然 我真的只是一本女拼小说里的角色 下班后 我拨通发小电话 约在酒吧包厢 我不仅重生 而且清楚故事情节 想来算是小说里 说的一种金手指 既然如此 好哥们的事 勉为其难帮一下 达哥 失恋了没事 还有小弟我陪你 一见面 他的手便往我肩上放 我面无表情将手拿开 张明凡 这次找你是有正事 他忽然变得严肃 试探性地开口 达哥 你不会因爱生恨 想报复柳家和一家吧 忍住 给他一拳的冲动 我直入主题 注意你那个后妈 注意他做什么 他拿起桌上的酒摇晃 语出惊人 达哥 移情别恋也不至于跨度如此大 瞧上我后妈吧 真想将他脑子敲开 里面都装了什么豆腐渣 前世 张氏集团毫无征兆的裁员 导致很多员工 气不过去公司闹事 其中有个员工因失去工作 还不上房贷 逼急了想和张老爷子同归于尽 结果张明凡后妈 替老爷子挡下一刀 那人因故意伤人入狱 在外人看来 张明凡后妈爱惨了张老爷子 那里的隐情却是 他跟被裁员工达成合作 故意整这一出 以此取得老爷子信任 后面张老爷子住院 更是无微不至的贴身照顾 不仅在外面博得好名声 而且更方便他投毒 最后张老爷子病逝 张氏股份尽数落入他囊中 而张明凡 作为张老爷子唯一的儿子 最后的结果 却是扫地出门 现在的时间节点 刚好是刚挡到不久 一切都来得及 叫你注意就注意 哪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 这不是怕你还想着那个谁吗 我抿一口红酒 世上有很多人 对啊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死了一个张明凡 还有千万个张明凡 他喝酒的动作顿住 差点腔道 达哥也会开玩笑了 随后张明凡手机响起 有人约他去聚会 离我们很近 突然想起 前世听他说过 在这个宴会上 他见到了一个 和柳如烟很像的人 我点头同意一起去 达哥来了 包厢里的人原本玩得兴起 瞧见我后略显拘谨 歌曲音量也调低几分 大家随意玩 不用顾忌我 我找个角落坐下 静静等着 几个服务员送酒进来 灯光滑到一人脸上 和柳如烟却有七八分像 张明凡貌似也注意到 凑到我耳边 达哥 左边那个女人 长得好像那个谁啊 我漫不经心印象 当他拿着酒瓶 将我面前的杯子倒满后 我抬手拿起新杯子递给他 能喝吗 一杯三百 他抬头使眼睛水汪汪地注视我 不说其他 这双眼睛真是像极了 最终点点头 将空杯子倒满 仰头灌下 连喝两杯 明显不太能喝 久久没再继续动作 张明凡 掏钱 我没带现金 身边的张明凡 掏出六百放桌上 我还能喝 声音软糯 也像柳如烟 勉强喝完第三杯 我出声制止他 继续喝第四杯 够了 没必要勉强自己 视线落向他泛红韵的脸上 手指有节奏的轻敲桌面 想来小姐很缺钱 我和你做笔交易怎么样 张明凡难以置信地 在我耳旁压低声音 达哥 刚还说你放下了 我没理他 接着对面前的女人说 你放心 只是演几场戏而已 报酬保你满意 之后我装罪和他进了酒店 暗处的人拍下照片 连夜将其顶上热搜 第二天 柳如烟红着眼眶 再次走进办公室 这架势 不知情地 还以为我是出轨小三的渣男 烟烟 谁欺负你了 我将短信按下发送键 才抬头看去 吉博答 那个热搜是假的对不对 他吸吸鼻子 委屈了好似 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热搜 真假重要吗 吉博答 你喜欢我那么多年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 这种事是什么事 原来你知道我喜欢你啊 怎么 你都要和别人结婚了 难不成我就得手身如玉一辈子 他脸色变了又变 半天没说话 前世就是如此 一边说着 对我只有兄妹之情 一边仗着我爱他 要求我帮柳氏和一氏 几千万的项目 说给就给 即使将伊藤诚和他闺蜜偷情的证据 摆他面前 还说 我想挑拨离间 当时怎么说的来着 吉博答 伊藤诚和子鱼 一个是我未婚夫 一个是我闺蜜 他们怎么样我比你清楚 不要用合成的照片和录音骗我 他满脸童心 仿若我是诡计多端的恶人 真想不到 连你也会耍这种低级手段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门口传来声响打破平静 博答 来了 我未挑眉 等他走近 苏莫威 也是和柳如烟长相极其相似的女人 先在沙发上做会 等一下 陪我吃中饭 柳如烟视线落在他脸上 明显愣了片刻 吉博答 你找个和我这么像的是什么意思 我都说不和伊藤诚结婚了 你为什么 我急忙打断他 柳小姐不和谁结婚 想和谁在一起 我都不关心 马上到饭点 就不留你了 最后他生气地离开 不禁让我再次怀疑 他真的重生了 管他种没重生 都跟我再无干系 低头继续处理积压的文件 许久后 沙发边传来细小的叫唤 吉总 差点把他给忘了 我已经给你弟弟找好医生 随时可以手术 谢谢 他不贪 倒是令人刮目相看 昨天达成交易 他唯一的条件是 帮他弟弟做手术 这对我而言不是难事 原本觉得 花几百万找人演戏也没事 没想到 只需要花几十万 给他弟弟治病就够了 想起刚才在柳如烟面前说的话 鬼使神差的 我出生 将他留下一起吃饭 下午秘书 拿来跟柳一两家的合作方案 准备给我签字 没有和柳如烟那层关系 谁愿意惯着他们 找其他公司 合同没打开 我直接递还给秘书 上次见的许总很不错 可以约出来 谈谈合作意向 柳总和 一总绷不住来找我 总裁 柳总和 一总在会议室等你 情绪貌似不太好 免费的午餐飞了 不太好才正常 将几个重要文件处理完 才漫步赶往会议室 刚现身 柳如烟的父亲柳浩东站起身 似在控诉我 博答 合作谈得好好的 怎么能突然毁约 接手几世以来 我向来将利益看得重 商场上不讲情分 但是对柳如烟父亲 是能帮则帮 几个项目也都不眨往他公司砸 结果人家 把帮忙当成理所应当 现在站在我面前 理直气壮的质问 柳总 这怎么能算毁约 我们还没正式签合同 要说也应该说是 找到了更好的合作公司 好似第一次见到 我对他公事公办的态度 他一时愣住 之前因为他是柳如烟的父亲 对他总是多了几分尊敬 如今他对我而言 只是柳总 这时一旁的易建国 也是易腾成他爸 插话进来 纪总 大公司更要讲成信 我视线轻飘飘扫向他 柳浩东是 仗着我喜欢他 他女儿才敢如此 可是易建国又凭什么 易总 你说成信 莫不是忘忘 我从未说过 要跟纪氏和柳氏合作 我确实没说过 不过当时答应柳如烟考虑 若是之前 考虑肯定是八九不离十 不过这次考虑的结果是不合作 想来柳总和易总很忙 就不多留你们了 说完这话 我转身离开会议室 就算活在书里又如何 我有选择做什么的权利 只要柳如烟不枉我跟前凑 我倒不会对他怎么样 不过 这个小小的要求于他而言 貌似有点难 总裁 柳小姐 我皱皱眉 按鼠标的手一顿 跟前台说一声 以后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不许再放进来 瞧出秘书脸上的为难 我松口让他进来 那就再说清楚最后一次 博答 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梦到 我直接打断他 柳小姐 我对你的梦不感兴趣 他突然面露极切 我被大火吞没 你吃了安眠药随我而去 梦 所以说他没有重生 重生的只有我一个 我挑眉 所以呢 你想表达什么 我感觉这像一个欲知梦 我怕那样的悲剧重演 我静等下文 博答 你长那个和我长得像的女人 是为了气我 我都知道 我不会和一腾成结婚 也不会再和周子鱼来往 空气安静数秒后 柳小姐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那样的悲剧不会重演 至少我不会吃安眠药随你而去 因为现在的我根本不爱你 他后退半步 博答你在说什么 你怎么可能不爱我 我前世爱他 他一直都知道 可每次我想表明心意时 他都会转移话题 然后强调 不过把我当哥哥 而这一世 却是他一而再三地强调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 前世那样昭然若揭的秘密 在今生一文不值 柳小姐 改变梦里的结局 你选的是远离 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远离 不爱你呢 不带情绪的反问将他问猛 或许他不能理解 按照之前我爱他的程度 为他自杀不是不可能 可现在我居然说 要远离他 不再爱他 一时肯定难以接受 但我很清楚 他对我不是爱 不过是不习惯而已 毕竟我可是 做了他多年舔狗 舔狗这个流行词 还是我从女平爸 总文理学来的 虽然不想承认 但之前我的行为 确实与舔狗无异 博答 能为我 而死的人怎么可能不爱我 你还在生我的气 对不对 柳小姐 你都说是一个梦啊 我已经说过 我不爱你 也不会为你死 其余的不想再多说 请你离开 不等他再开口 我拨通电线电话 让秘书请他出去 下班和张明凡约在包厢喝酒 再次见到苏莫薇 我不住醋眉 他怎么还在做这份工作 张明凡在旁边调侃 大哥 你怎么还要你女人做这种工作 没钱养女人 可以找我借啊 别胡说 上次他明明听到我和苏莫薇的交易 如今这么说 不过再打去 苏小姐 听说你弟弟的手术很顺利 后期的术后恢复前我出 他继续这份工作 应该是为了弟弟手术后恢复的费用 记手 不用麻烦 其实我根本没做什么 你却帮我那么多 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 他长得和柳如烟很像 性格也有点像 我对他却没有那股反感 既然苏小姐过意不去 就赚钱还我 张明凡突然插话 大哥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他以为我会说 不过举手之劳 不用放在心上 霸总文理的男主 总是对谁都高了 只对女主温柔 我可能算不上那种 但凡接触过我的人都知道 我这人性格还算随和 也不会随便对人发脾气 苏莫薇很郑重地点点头印下 好 不过以我现在的经济能力 短期内可能还不上 可不可以分期 张明凡看我没说话 又看向苏莫薇 大哥开玩笑的 你干嘛也这么认真 我没开玩笑 之前已经了解过苏莫薇的一些情况 大学时 她曾参加过大型的甜品制作比赛 当时获得了一等奖 我有一个主意 既可以让她不继续在这工作 又能让其不会对我过意不去 苏小姐 我准备开家甜品店 想聘请你做店长 你考虑下 张明凡差点跳起来 这什么操作 苏莫薇思考片刻才回我 我考虑好了 接受你的聘请 我和她相识一笑 接着朝她举起酒杯 她顺势给自己倒一杯 和我碰杯 合作愉快 苏小姐 季总 合作愉快 事实证明 我的决定很正确 甜品店开张半月 便因为味道好 成为网红打卡点 一天 苏莫薇提着甜品带来公司找我 季总尝尝嘛 她抄我洋洋手中的袋子 眼中的明媚张扬 是之前在酒吧工作 未曾见过的 我很开心 她的变化里 有我的一份力 可以 还有点好奇 网上夸上天的甜品味道如何 打开包装 甜品上的草莓 让我忍不住皱起眉头 抬头时 苏莫薇挑眉示意 我可以尝尝 一口蛋糕入口 甜而不腻 还不错 我向来不喜甜品 最后竟将蛋糕全部吃完了 之后让秘书在甜品店 每天订一个蛋糕 刚好可以当饭后甜点 这段日子 陆续将和柳一两家的合作终止 几时到没什么损失 柳一两家亏损不是一般严重 想来他们能真正意识到 之前 既是对他们有多大帮助 季总 沈总那边 愿您去打高尔夫 好 针对和沈氏的合作再开个会 再见到沈总前 岛先见到了柳如烟 刚下车 他就拦在我面前 我答 我爸妈为了公司利益 不准我取消和一腾城的婚礼 我已经找到他出轨周子瑜的证据 你帮帮我好不好 有证据还没有办法吗 说来也可笑 前世 柳昊东夫妇 倒很想他嫁给我 可他不惜以死相逼 说他喜欢刚回国不久的一腾城 我不想再逼他 愿意成全他和一腾城 后来查到一腾城出轨 立即带着证据去找他 结果他说 没想到我也会耍合成这种低级的手段 今生 我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他爱怎样就怎样 对他的爱 已经随着前世 那条命消散 如今 我对他无爱意无恨 如果我放到网上 我爸妈知道 就完了 那与我合肝 出于自身的教养和习惯 我不会说重话 但就这短短几个字 他耸肩开始哭 刘小姐 我什么都没做 这会让人误会的 留下最后一句 我预约过 他去高尔夫球场 他这样哭哭啼啼的性子 我都忍不住怀疑 前世为什么那么爱他 某一刻 我竟想起苏茉威 貌似最难的那段日子 也没见苏茉威哭过 见到伊藤城 是在一个酒会上 女伴是柳如烟 姬总 好久不见 柳如烟挽着伊藤城走来 开口的是伊藤城 博达 我去那边等你 目送苏茉威走远 我才将视线转到两人身上 伊藤城眼底 有很重的黑眼圈 这段时间应当不太好过 他回国时 带着十分漂亮的履历 学历貌似和实力不对等 进入自家公司三个月 搞砸几个大项目 伊建国对他也暗声不满 他便想另辟蹊径 利用柳如烟 攀上几世这棵大树 谁知突生变故 树不给他攀 还要他将之前汲取的养分吐出来 吉总 前几天那个项目 我想 不等说完 我便直接打断他 抱歉 我今天不谈公事 对他和柳如烟 我并不想保持最基本的礼貌 他用胳膊戳了下 迟迟没作声的柳如烟 烟烟 你怎么不跟吉总打声招呼 不想再跟他们浪费时间 算是最后一次好心提醒 不用了 几时跟柳一两家 应该不会再有合作 所以 反请二位以后见到我 直接装作不认识 我转身往苏莫威所在处走 他将一盘甜点递给我 吃点甜品 心情会好些 嘴边的不要还没出口 他接着强调 蛋糕都是 在我店里定制的 我没博他好意 尝了小口 似乎所有人都以为我爱惨了柳如烟 前世或许如此 但今生中是不同的 原以为跟他们如此说过 不会再来烦我 事实证明 是我太仁慈 对他们太过友好 一腾成不知 从哪拿到我的手机号 给我发消息 只要答应将一个大项目给他 他就愿意跟柳如烟解除婚姻 一是目前急需大项目来回写 他倒是会想 将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我反手 将号码拉黑 不予理会 张明凡听了我的提醒 搜集到他后妈和辈 财员工合作的证据 加上一些暗地谋划 张家家产的小动作 张老爷子已经着手准备离婚 达哥 本来想着 要是真对老头好 我也不会说什么 看来是我想多了 这次真的要多谢你 今晚聚会来不来 不用再围着柳如烟转 我明显多了很多时间 聚会上 一腾成和柳如烟 正被人灌酒 达哥 今晚就给你好好出气 张明凡音量忽然提高 一腾成 你和柳小姐好事将近 我再敬你一杯 柳如烟求助般看向我 我一开视线 明口杯中酒 桌上摆着蛋糕 应该是有人过生日 察觉到我目光 坐身旁的人出口解释 陈光过生日 这蛋糕 还是在吉少家的店里订的 我家的店 应该是苏莫威那家蛋糕店 张明凡常年混夜场 酒量不错 但他那个架势喝下去肯定会醉 我可不想管一个醉鬼 张明凡 又不是你好事将近 和那么多做什么 我阻止他举起酒杯继续敬酒的动作 行 等你们结婚 可一定要请我 这话他是看着我说的 肯定误会 我心疼柳如烟 故意强调他们的婚约 等他离开 我随意对二人说句抱歉 转身准备走 伯达 谢谢 别误会 跟你没关系 言外之意 别自作多情 去外面透气的间隙 柳如烟跟了出来 伯达 我和伊藤诚的婚约 我自己会处理好 给我点时间 我总感觉 他眼中多了点什么 柳小姐末不是将我之前说的都忘了 他伸手 想抓我的衣袖 被我及时避开 伯达 你不用再试图推开我 没用的 刚重生那会 我在秘书搜集的书单里 随意找了本总裁文看 全书几百万字 关于推动情节发展 我认为 就是误会加苦衷 不是男主误会女主 对前任念念不忘 就是女主误会男主 对白月光于情未了 苦衷的话 那种类就多了去了 就像现在 站在我面前的柳如烟 他肯定以为我有什么苦衷 我答 你有什么苦衷可以告诉我 我愿意陪你一起面对 我猜得果然没错 达哥快来 切蛋糕了 张明凡对这边大声呼喊 我并没有苦衷 留下最后一句 我朝包厢走去 顺带递给张明凡 一个放心的眼神 说不爱就不爱 我没有骗任何人 陈光将第二块蛋糕 递给了我 特意让苏小姐亲手做的 几哨尝唱 平时宴会上的蛋糕 大多浪费 而这个蛋糕 几乎全吃光了 我心面一转 将吃完的蛋糕 拍照发给苏莫威 附上剧 光盘行动 他很快回个表情包过来 我忍不住笑出声 张明凡数地凑过来也与 达哥 和谁聊得那么开心 没谁 不说就不说 反正到时有嫂子 我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这话他特意提高音量 在场的人 应该都能听清 八字还没一撇 我回他也没压低音量 希望柳如烟不要再来纠缠 不然我也不能保证 会对柳氏做出什么不好的事 之后因为工作 我临时出差半个月 回来时 一腾成出轨 被顶上热搜 一世股票跌落 一腾成被迫免职 一见国接回私生子进入一世 热搜一世 很容易猜到 是那个私生子所为 其中有无柳如烟的手笔不得而知 柳如烟在公司楼下拦下我 他说 只要我答应娶她 她就不用嫁入一家 按理来说 出了这些事 柳家肯定会找一家退婚 奈何两家利益牵扯太多 很难断掉 我答 我不要嫁给一涵磊 一涵磊便是一家的私生子 他眼眶通红 楚楚可怜的模样 若是不明真相的人 还以为我怎么欺负了他 我语气不似之前 提醒那般好 戴上显而易见的不耐烦 刘小姐 你怎样都跟我没关系 我并不想娶你 瞧着马上夺框而出的眼泪 我忍不住醋眉 远处身穿针织衫的苏莫威 提着蛋糕走来 博打 你出差回来我 赶忙做好蛋糕送过来 这可是刚刚研制的新品 你有口福了 跟我说完他才面向柳如烟 早知道刘小姐也在 我就多带一个了 在微信上跟苏莫威说过 出差回来的日期 毕竟之前在店里 每天订了个蛋糕 出差后 自是不用再做 新品 你把我当小白鼠 苏莫威挽上我的手 撒娇般靠向我肩膀 我的手艺 你还不放心 保证好吃 我们旁若无人的对话 仿佛柳如烟不存在 不用 我不吃蛋糕 大概受不得这种气氛 他转身走了 纪总心疼了 没什么好心疼的 要是因此以后不来找我 到底更好 察觉到还挽着我的手 他放开后 不自在地倾壳 然后解释 纪总帮我那么多 免费配合演场戏 还是可以的 纪总别怪我多管闲事就好 自是不怪 其实之前找他演戏 并不是因为柳如烟 或者说 我没必要多此一举 和谁去演戏 虽说去参加那场聚会 产生过一瞬的念头 但后来真正想做 是见到苏莫威后 那个明明不能喝酒 硬是要喝下第三本杯的女孩 当时莫名心软 想找个借口帮帮她 后面我和她 开始有了诸多交际 不得不说 缘分真是妙不可言的东西 由依腾城变成依涵蕾 从种种迹象来看 她硬是没有前世的记忆 可就算有 像书里她重生的那时 没有我的帮助 她又能做什么呢 如果按女评的设定 无论女主怎么伤害男主 男主都爱得她死去活来 确实不管重生多少事 结局都很美好 可要是男主被伤害够了 不再爱女主呢 谁又能说结局会不美好 至少我的结局会很美好 在情人节当天 我跟苏莫威表白 她同意了 前世还是今生 我都未跟柳如烟交往过 这样算 苏莫威是我的第一任对象 应当也是最后一任 某次和她去约会 义腾城突然窜出 拿着刀想杀我 义腾城不去找一寒蕾 居然找我 真是可笑 在苏莫威想推开我之前 我将她护在了怀里 最后刀插进我肩膀 紧接着 义腾城被几个路人控制住 苏莫威慌乱地要查看我伤口 没事吧 梅子还未出口 便失去意识晕倒了 再次醒来是在医院 苏莫威趴在病床边 可不可 我给你倒水 我没来得及回她 她已经忙活着去倒水 原来 被人爱着是这般滋味 父母因车祸离世 爷爷从小就将我当继世 继承人培养 整个童年几乎是泡在书堆里 后来与柳如烟相识 将她当成唯一的光 甚至动过不顾她的意愿 强行将她留在身边的打算 大抵是她对我的眼神越发厌恶 终于我学会了放手 虽然不想承认 但确实一直都是 我的一厢情愿 只是此刻 我清楚地感知到 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有所触动 看着我发什么呆 快喝 她将吸管放我嘴边 倒真是有点渴了 将水喝完 出生时 嗓子带上几分沙哑 苏莫威 谢谢你 谢谢你递过来的水 谢谢你想帮我挡到的本能 更谢谢你能来到我身边 愿意爱我 出院后 我已故意伤人罪 起诉伊腾城 最后见了她一面 到现在她还以为 将她出轨证据散播到网上 是我所为 蠢得真是无可救药 也不看看 她倒下 谁才是最终受益者 从没想过 有一天我能参加柳如燕的婚礼 以一个宾客的身份 我的到来 让柳家人和一家人一脸紧张 仿佛我会抢婚 请品还是他们给的 我刚好没事 就来凑个热闹罢了 手机里苏莫威给我发来消息 她店里忙完 正往这边赶 美馆婚礼进行到第几步 我起身去接她 再次回到婚礼现场 正进行宣誓环节 主持人反复问了两遍 柳如燕女士 你愿意吗 三个字 我愿意 我握紧苏莫威的手 找到位置坐下 纪总 她说 愿意是看着你说的 苏莫威叫我纪总 以我对她的了解 明显是生气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必须看着我说 谁要跟你结婚 她耳朵瞬间红透 可爱极了 婚礼结束 她带我去医院看望她弟弟 她弟弟一脸防备地盯着我 我静静站着 等她介绍我 小恒 这是我男朋友几波答 你好 我和苏莫威食指紧扣 站在病床前 苏莫威和苏玉恒 从小相依为命 她应当不会欣喜我的存在 姐姐 我想单独和她说几句话 我轻捏苏莫威的手 已是安抚 她不放心地转身离开病房 我姐看你的眼睛里有光 你要是敢负她 豁出这条命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还好不是说什么 让我离开她姐的话 小舅子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负她 谁是你小舅子 苏莫威的弟弟 和她确实很像 我倾笑出声 跟她聊了点别的话题 后来苏莫威问 我跟她弟说了什么 我说 要她早点嫁给我 她羞红了脸 说我乱说 我很享受和她的每次相处 在她面前 我只是她的男朋友 不是济世的总裁 我可以向她 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 也可以硬气地许诺 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求婚 结婚 生子 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在包厢门外见到柳如烟 差点没认出来 她发丝凌乱 眼眶泛红 见到我 差点跪下去 我答 我错了 我当初不该那样对你 你救救我好不好 这是她第一次对我道歉 可其实 她好像没有对不起我什么 柳小姐 你不用道歉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刚说完 最近的包厢门打开 出来的人是一涵磊 柳如烟 谁让你来这里 打扰老子的兴致 不是要我回去吗 走啊 一涵磊拽着柳如烟的手 一溪看到她的手臂上 大片的亲子 一腾成像才发觉我的存在 笑容殷勤 吉总要是喜欢我老婆 只要将成都那个项目给我 我舅 不好意思 我只喜欢我老婆 没再管他们 我转身回包厢 柳如烟的遭遇 并不是我造成的 我并不需要有负罪感 次日 柳如烟自杀顶上热搜 她身上多处骨折 医院的伤势证明 无不在控诉一寒磊的家暴 接着一家股份大跌 我顺势收过一室股份 收过一室跟柳如烟无关 好歹是一块蛋糕 能吃到 哪有让给别人的道理 同天下午 我带苏莫威回老宅吃饭 在车上待了好一会 苏莫威拽着我的手 她的手心早已出汗 迟迟不肯下车 放心 我爷爷很好相处的 你不要紧张 这话不知说了多少遍 但还是耐心地哄着 毕竟快到手的老婆 不能让她跑了 最后她深吸几口气 跟着我下车 瞧着她紧张的模样 我不禁笑出声 她不满地瞪我 你还笑 不许笑 我喜欢鲜活的苏莫威 更喜欢因为我而鲜活的苏莫威 不笑了 我说的没错 爷爷确实喜欢她 在餐桌上 他俩聊得甚是头缘 而我这个亲孙子 反而被晾在一边 小薇啊 我对博达从小严格 想来她记恨我这个爷爷 一年都回不了几次家 现在有了你 你可一定要回来 多探望我这个老头子 会的 一定多来陪爷爷 苏莫威眼神弯了我一刀 像在说 这么好的爷爷 你也忍心记恨 显然两人已经统一战线 我无奈地笑笑 两人和起伙来说我 我有什么办法 只好认了 回去的路上 苏莫威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我做一个安静的听众 将她说的每句话 暗暗记在心里 我答 我们结婚好不好 我猛踩刹车 将车停在路边 小薇 这话应该我来问 你一个女孩子 也不矜持点 可我认定了你 只想和你结婚 矜持能当饭吃吗 难不成你不想 想 我想 我俩相视一笑 认定了对方 无论谁先说 确实都不重要了 全问完